HELLO 大家好 我是秦始皇 喔不是我是冰的 今天就来快速顾虑几款 已经被人敲碗敲烂的游戏 第一款SS光之变年史 台湾代理是热平方 就是前阵子上架那款 魔宫天下为钱的厂商 而实际上这款就是去年3月16号推出的 伊甸骑士团 然后在半年后就宣告官服 而厂商虽然藏得很深 结果又被自己的隐私资讯出卖了 可以透过原本伊甸骑士团的营运商 旗下另一款游戏中查看 虽然点进去的游戏名称是别款游戏 但这资料只有官方相关人员可以上传 或有其他人能伪造编辑 而从内文的格式 联系email 跟网址可以得证 两者为同一间公司 你也可以透过email去反查 另外有意思的是我在内文里面发现了 Manhand 这间是不是挺眼熟的啊 就是那间神魔之塔的厂商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 也是挺耐人寻微的吧 另外该公司在2020年有上架一款 天涯幻梦 或者去年12月8号 也有另一间厂商代理的仙剑奇缘 这两款都跟前几天那款 杀小AI大世界弱智传说 是同款模版的幻皮游戏 而我也说过 这款游戏 早几年就可以在路版找到N款不同的名称 但因为当时赶着上影片 就懒得去溯源了 不过台湾的韭菜 应该是不care什么幻皮重生的吧 那回到本次游戏 在去年11月31官服后 12月就以异世代光影魔法在陆服公厕 当时也是搞了各种抄袭热门游戏的素材 来大量宣传 但目前营收基本也快寄了 看来连大陆人都不买单 而碰巧是 这款跟当时我介绍的坑之岛 为同一间广告业务 他当时也有来问我 想当然我也是推掉了 而这款游戏目前唯一的卖点嘛 就是找了穿太多 差点认不出来的山上优雅来当代言 而玩法依旧是承袭 建于远真那套 除了在3D美术稍微有些特点以外 其他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部分了 内容依旧频繁 上线就是快乐的点红点 还有各类多样化的礼包 给喜欢吃战利快餐的用户极好的体验 而这类开发门槛定位的方式游戏 光今年上半年就不知道上架几款了 很多真的打开来都是同一个样子 而这款营运模式 又跟之前上架的火柴人M 或者其他换品MO差不多 都是等收割差不多到头了 就换名再来一遍 虽然打变重新包装还是打变 但因为上门平常的 还是多如牛毛啊 可别跟我说他们想好好营运 不如想想为何他们要重新换名再来一次 当时结局如何 这款就是如何 以我立场 我不会推荐任何人去碰 这种反反复复没有营运信用厂商的游戏 但手机在你手上 钱包在你口袋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要学会判断 再来讲讲其他有人提到的游戏 AOA 神之怒 雅典娜 台湾代理商是模块游戏 跟刚刚提到的坑之岛 失落王国回同一间 那他过去的代理游戏 飞雷吉坑 能少碰一款 都是对钱包的尊重啊 这款游戏在去年欧美去先上架 然后在上个月就正式死去 今年年初也在韩国上架 但讨论度非常的低 虽然上个月还能割到1400万左右 跟火爆韩国的血武者是差不多 博种高取代性 又上不了任门排行的产品 大概在一阵子 就会消声匿迹 然后等待换皮重生吧 我们就等着看 而这款玩法就是前几年流行的直向挂器M&O 像是2021年的猎魔者Demo Hunter觉醒 或者永魂守护 都是这类型的 典型的割韭菜一波流啊 沿用奇迹那套模板大刷四方 然后我本来还在一边打文案查资料 结果低头看手机 自己在那边玩得很开心 这款就是那种几乎不用点 就会全自动跑的游戏了 只差再加个自动储值 就能功德圆满了 非常适合钱都没地方花的用户啊 我如果是厂商 真的也爱死这种死忠了 课金欲望极其单纯 并不需要做什么 飙上战力素质 就会甘心的掏钱买单啊 然后你们这个厂商 在台湾的广告商 是不是又找同一间啊 各种到处才就算了 连暗黑破坏神的配约都敢用 真的是欠举报 滚 再来是流浪方舟 这个厂商 上个月也有找我 但因为这游戏上架的时候 我就碰过了 所以我也是果断拒绝了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 倡鱼时空旗下的蓝猫工作室 而去年上架后 就是他的巅峰了 基本上已经是茶无尺有 迈向死亡的边缘了 连宣传影片都省钱不做 只有洞涛会发个新角色跟和服公告 来表示自己还没有死透 台湾语音商是电火网路 那这间旗下比较有名的作品就是孟三国 不过在台湾也已经收摊了 而这次代言他们找的陈汉典跟武困阿北 还有那位代言正版授权Luna的林香 就不知道再次增香定律 还好不好用了 而整体玩法就是怪物弹珠的魔改 主打废土、橡树、美式画风 怪物弹珠依照我过去玩过日版的经验 五维克党还是可以透过技术来弥补一些劣势 外压产品本身可以联动各种IP的优势 也让这款游戏跟龙族拼图一样 根本是屹立不搖阿 而结果你这款游戏 把人家当初最有特色的机制直接毁掉 把那唯一有趣的战斗体验改成制动模式 改成更克金、更素质项 完全变成一个很单纯的放置游戏 真谢你咯 PVE的内容完全不行 PVP则是得先问钞票够不够 然后在自己国内也快不行了 所以来海外割最后一波 毕竟这款也不可能去日本跟原版竞争 然后再回头看看你路版的营运生态 真相信你的长线好好均匀 我还不如回头去玩怪物弹珠 结论 换皮达便不虚守 十里闻香 九回头 现在很多游戏 都已经不是有没有时间去玩的问题了 而是有时间你也不会想去玩 所以要稍微讲讲几个事吧 很多人会觉得受很多抽等于福利好 但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认知误区 所有的抽卡养成的福利 都要结合游戏体验而定 就不抽有些是什么连续登录或者文字诈骗的 就算开局送你1000抽好了 但游戏本身若是有大量的角色词 跟长线的身心深度 那这个抽数分摊下去 对厂商而言 不过就是个无痛的文字腿福利 很多人一直搞不懂 还会用这类游戏去横向对比其他款游戏 我也真的是服了You啊 而这种看似吸眼球的福利 经常会结合在放置卡牌上当做话题炒作 之前很多款都是这样子 但我往这类游戏都会死得非常的快 短命到不行 再来就是什么开局送VIP 就是个把既有资源包装成商品的贩售模式罢了 而且你有我也有 大家依旧是平等的 厂商既不吃亏 还能让用户心里觉得很舒服 认为厂商好棒棒 但这类游戏的命述 大多也不怎么样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出社会 被毒打几次也该长大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我们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